本周一,美国承认以色列对格兰高地拥有主权,招致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。 昨天,应叙利亚方面的要求,联合国安理会就格兰高地问题召开了紧急会议。 会上宣布,美国的这一决定没有国际法律效力。 联合国方面率先重申立场,即根据相关安理会和联大决议,格兰高地是被占领土地。 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随后发言,谴责美国的决定公然违反联合国决议,为地区争端留下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,那就是使用武力。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吴海涛在发言中强调,中方呼吁继续推进叙利亚政治解决进程。 在此过程中,叙利亚主权、独立、统一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。 国际社会公认格兰高地是备占领土。 联合国安理会也多次通过决议,要求以色列从格兰高地撤出。 中方反对通过单方面行为改变事实,不希望看到地区局势进一步紧张升级。 俄罗斯代表警告称,美国的决定可能导致中东局势更加不稳定,扰乱联合国的违和努力。 德国、法国、英国等欧洲国家代表一致表态,安理会不能承认违反国际法的单方面决定。 昨天早些时候,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莫盖里尼以代表28个欧盟国家发表声明,称欧盟不承认以色列对格兰高地的主权。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